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容易打草惊蛇 所以我们才在这儿等着的 长哥 师姐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你们呢 都挺好的 伤个毒还回去了 建安侯应该没事了 只是我进城的时候打伤了几个士兵 引起了一些怀疑 现在城内皆被森严 此地不宜久留 文宗主应该在来的路上了 我们去迎她 那咱们走吧 今儿侯府可有什么动静 我经过侯府的时候 看待玉队牙医把一个姑娘带出来了 她长什么样子 十七八岁的样子 头上还粘了朵白花 白花 难道侯府昨天晚上死人了 可侯府内外并无一场啊 我猜测应该是什么人的继承吧 来 来 来 师父 怎么了 没事 师父 我们要赶紧回古林找师公 不 我要进城 你们回去吧 云 飞口儿 你带我进城吧 师父 三位 借一步说话 还记得师父教你的针法吗 可是 师父这条命 现在就交给你了 我 朗忠现在一时不清醒 你怎么 你们先回中井 见到文思渊后 让他在山水都等我 你疯了吧 怎么之前他让你干什么 你不干什么 现在说什么是什么呀 城内现在戒备森严 你们现在进去还能出得来吗 朗忠现在受伤了 我们应该立刻马上返回中井 在这儿只会增加他的危险 你非要进城吗 嗯 那我陪你去 朗忠是你们的任务 保护郎中是我的任务 既然答应了 就要做的 我熟悉地形 一起去 来 你们都想什么呢 你